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大舅 今天给大家一个简短的update 本频道2019年创立,之间改变方向了好几次 从一开始我的个人产品经历分享 到对朋友们的采访,再到个人成长,再到人工智能 每次改变我都抱着很高的期望 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个人成长方面我觉得我能够讲的东西都讲过了 而人工智能方面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专家,讲得不好 在这过程中其实我经历了很多 大家知道我2021年得了抑郁症 后来呢,2022年加入了startup 还没有一年就把我lay off了 2023年我的父亲得了癌症,后来离世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现在也在反思 我的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 我对自己的脆弱性有了新的认识 一切要积极乐观地向前看 我想要回到初心,把我自己当成一个观察者 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优秀的人 观察互联网和其他行业,观察人的职业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分享给大家,让自己有所收获 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 我会回到一开始的做法 寻找我的朋友来做访谈 学习他们的职业发展历程 学习行业内的各种知识 更新频率会不确定 但是确定的是我打算继续更新下去 更新频率这件事情以前是一个枷锁 每个礼拜如果不能发出视频我就会非常焦虑 但是我也观察了一些其他很成功的博主 比如小林说 他的频率并不高,但是质量高 所以做的也很成功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会怎么样呢 在英文的世界里有一个人叫Lenny 他的newsletter和podcast广受欢迎 我也觉得我被他激励了 希望未来我也能成为中文世界里的Lenny 最后如果你有有趣的经历愿意接受采访 或者你有牛人可以推荐给我 在中国在美国都可以 欢迎和我联系 我的邮箱是bigjoe on yt at gmail.com 好,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